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 22岁 对 他就是说五块 为什么多一块 我说几块就几块 然后主要这老板好像有点凶 抽着他俩嘴巴 还是怎么着的 然后这小孩不吭声 不吭声的小孩你可不可以轻易招惹 现在溜进厨房拿个菜刀 把它剁的 众目睽睽之下 生生就在街头 所以我看有的评论说 说实际上这是一起全民伤害事件 就他那个概念就是等于是所有围观的人 你想生生菜刀剁下他的头 然后拿个什么塑料 什么装给塑料袋里 扔垃圾桶 扔垃圾桶 都没人去自治的 谁敢 但是人家就说 现在这老百姓的还真有报警意识 就说至少好像有50多个人 看他同时在打110 谁没人敢 他拿着凶器 所以就这件事 很多有分析 就是说他呢 是二级残疾 精神病 就是进过精神病院 说是什么 以前好像还打过他爸 对 在工具上也天天跟人打架 这么一个人 那格子 你觉得这事是非怎么断 我觉得有精神病之后 我们就很难再去聊这个事情了 因为这个是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 但是 我们俩都是武汉 这个算是成长起来的 对我来说 武汉是一个第二故乡 所以我可以理解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你看我一去武汉之后 学的第一句话就是骂人的 个班 在北京话里面就类似尼压的 类似这个意思 武汉人是开口就骂的 我对武汉 我后来相处久了 就发现武汉人 其实还是很爽朗 地方性格也不错 但是九省通渠 大家特别热 然后诗气也很大 所以人特别着急 性子特别的烈 所以开口就骂我是能够想得到的 那就说明 看来我是多少年前了 看来直到你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其实可能也在慢慢变得文明一些 我想 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可能比你那个时候更加火爆 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 我当时在武汉读书四年 每一次就能到这样 每一次公共汽车 每一次我坐公共汽车 都有吵架和打架 至少一次 而且你开车那司机 人家也说武汉的司机 说不会开飞机的船长 不是好公交司机 夏天武汉热 可能就人比较棒 而且就有的时候 这女的比男的还厉害 你知道而且 而且有的时候 这个武汉人吵起架来 他最后变成一种围观下的炫耀 两个男的女 你看我就看见一个 就是说 有个男的踩了一个女 女人的脚在空气上挤 踩一下 这女的张口就来一句 哥爸妈三条腿都咱不问 男的更绝 你三次眼睛都看不清 全车就能把大家 本来是打架的都乐了 都叫这种角色 我见过好多会女的打男的 而且人家说武汉女生 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的温顺 一说武汉话 那就是老子 老子都是这种 其实他离武汉也不远 他湖南人脾气 霸蛮 楚人都这样 楚人 才隐藏沙水 又是五常鱼 对 很近 当然咱不能用这个去理解这件事 这是极端 他说他的影子是这样的 你觉得是吗 他的影子就是 就脾气暴 而且在火车站这个地方 我们是经常被激怒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是有理智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 不可能说拿刀砍死 而且砍头 但是这个事情的起因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就是脾气暴是开端 你像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东北话 就是路上看你一眼 你凑啥 我凑你打的 就这一句话又开始了 我们很多这种特别暴力的事件 也有一个特别小的这种习惯 对 他说的是两方面 一个方面是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就还经历过那个时候严打 今天看好多冤案 就不该判死刑的都给枪毙了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严打 但是我记得当时严打的时候的社会气氛 也确实已经到了 你比如在西安 真的就像你说的 你看谁一眼 那个街上那个小流氓在那看着 那你干嘛看我 上去就是一砖头 就是你看他 看他一眼 就打起来 小木这个道上出身的 你对这个很熟 流氓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能随便去看的 你也看的 当然他不会随便打人 当然他会那么 就是就会跟你很害怕一种感觉 你像刚才你讲这个 22岁砍人家头的吧 但日本就去年 2月7月份夏天啊 也是26岁一个男孩 一个男生大学刚刚毕业几年 砍了45个人 一个小时之内 砍了45个人 19个人死亡 20个重伤 6个轻伤 你看厉害不 而且他 这家伙很厉害 我今天 这个坐飞机来之前 在机场 在咱的机场 看到赵志行人头版 本来 鉴定他呢 去年七分的事情 到今天开始宣布 到昨天宣布 要正式起诉他 以为他有神经病 结果一鉴定他没有 只是性格 性格有毛病 鉴定是性格有毛病 就是他这种脾气 那他是要负刑事责任 对 就是可以起诉他 他拿什么武器 他是 他是很简单一个故事 他是在一个福利院里面 就残疾人福利院 他工作了几年 他一直在他自己的网络上 他就表达 这些残疾人 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用的 哎呦 这是日本人的那种极端的那种 对 他说为了我们日本国家 他在去年的二月份 给众议院的院长 寄的一封信 就是要我要代表日本人民 去做点什么事情 已经提示了 这众议院的院长 拿了这个信 还给了他当地的 神奈川的警察所 然后呢 他没多久 他亲自又拿封信 跑到自民党总部 给那个安倍 送封信 哎 这同时在二月份 但是没有把他抓上 没有把他扣上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因为他在他自己工作的地方 太熟悉了 晚上两点钟到三点钟 一个小时之间 他拿了几把刀 正常人他不杀 他觉得这是对社会有用的 他抢了这个正常人的钥匙 把所有把门打开 就一个小时 然后砍完以后 他自己去自首 自己到 就他砍的都是残 残疾人 就死了19个人 那真的很 他这个让我想起来 在现在这个文明社会 在当代这个文明社会 什么人砍人头呢 我只能想起来那个IS 就那伊斯兰国 然后伊斯兰国 那个创始人叫扎卡维 现在那个第一百届 普利策奖一本书 那个获奖的书叫做黑旗 Black Flags 黑旗 黑旗 写得非常好 他里面就讲到说扎卡维 最早开始 砍人头是2004年 杀了一个美国人叫尼克伯格 他呢就是 幸亏不是扎卡维格 尼克伯格 对 要不然没法舍救 对 然后就是五个人站在房间里面 然后这个 虽然蒙着面 但都知道是扎卡维 然后呢 就开始发表一大段演讲 什么晨曦出路 我们的时刻终于到来 然后就一刀把那个尼克伯格给砍了 然后呢 把他那个头给锯下来 那个镜头都晃动了 然后扎卡维用这个行动 向世界宣示了 他是比本拉登更勇敢的 这个圣战分子 然后一举获得了一个称号叫做 图长主人 所以你看 就是咱先撇开这个神经病的说啊 这个砍头 斩头这种行动 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烈度 就是你看当年这个 有个有 呃 有一个字 有一个字 大家可以讲 左边一个头的这个手 嗯 右边一个货者的那个货 嗯 这个字啊 就是过去 为什么说秦六 秦 秦国 秦国最后统一了这个天下啊 就是秦国的军队 叫虎狼之师 对 为什么对 因为当时打仗是有规矩的 比如说过去咱们讲是个送香功 实际是个贵族的规矩 就是说敌人渡河还没渡过一半 我怎么能打呢 对吧 对 我得等他渡过了河 摆好了阵势 咱再打一打他输了 所以就是说 那是有规矩的 但是到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战场上啊 就是表示你的战功 本来呢 那个字是个耳 就是说割一只敌人的耳朵就能算战功 嗯 但是秦国他这个改革啊 不但是以这个军功啊 秦国真的是这个以军力这个为国家最高价值 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不但是就是说呃 不能光靠耳朵要砍头 你明白吗 这一下为什么就望风披靡啊 很多其他国家军队就碰见这个秦国的军队 就是因为古人说我打仗输了 你把我打拿杀死 你割我个耳朵 我还有个权尸啊 对 我回回回家回祖坟 我还有个权尸 但是脑袋没了 连个权尸无主游魂 所以那个时候就秦军的这个恐怖啊 跟他这个就跟砍头有关系 他是直接向你宣示他的权威的 向你宣示他的权利的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哈佛大学的东亚所的王德威教授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然后没有翻译成中文 可以大概应该叫历史这头怪兽 他就发现 研究发现二十世纪的中国书面文化中 大量充斥着沙头吃人 然后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并财迷恋 就是似乎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 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一种通行的因素 在日本的漫画的东漫里面 很多也是受了中国这些文化的影响 连十三岁的小孩 你刚才讲的 长耳朵对吧 他连续杀了十三岁的一个中学一年 就还不到的 杀了两个人 种上一个全部看耳朵 那个名称叫酒鬼薔薇事件 在日本引起轰弄 日本很多电影像什么大逃杀之类的 就都是这种杀杀杀杀杀 而且日本的这个我们叫雅骨扎 就是黑社会电影 因为高山剑以前演了很多这样的电影 黑野舞 都是杀什么分尸这种东西已经是很正常的了 我到了日本的88年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些黑社会在分尸 女的 女的也杀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太 甚至在中学生的时候 她就想杀自己的同学 就只找两件事情 她为什么呢 她可能就是 她觉得杀人是一种快乐 我就要看到人死 她不是说永不勇敢 她就觉得是一种乐趣 这可能就是还是受到一些宰男宰女们 受到一些影响 这些动漫或者一些书籍 这种东西的 她可能就惯 她有些人 她擅长搞数学一样的 她就喜欢搞那个东西 所以有这样 所以这事 我就说 当然咱这个就扯远了 我说你要说回到武昌火车站这个事 你持有这个残疾人症 精神残疾 并不还得要等司法鉴定 对 她有可能也会负责任的 就是说你如果是司法鉴定 确实是有行为能力 就作案的当时 有行为能力 她还是要负责的 但是就说这个 你假设 咱就假设说 她当时是清醒的状态 或者说是属于能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状态 咱们假设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说格子 她当时心里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 她即使是有精神疾病 她的这种行为也是有来源的 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比我小的人 实际上我们的出生成长 是在一种虚拟和现实交织的 这样一种状态下长大的 这个我必须得承认 我们在互联网中 泡的时间可不比在现实生活中 泡的时间短 对 那我们有可能是在网络游戏中长大的 我们有可能是在网络 你不知道有可能看那种日本的一些动漫 或者是电影 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也就是说本身我们的人格认知中 可能对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是分的相对模糊的 我们家乡曾经 我这两年老回家就发现说 有一些暴力的少年暴力事件 那个严重程度是超出以前所有人的预计的 就有过什么呢 他就四个小孩在轿车里面停着 然后别人骑着电动车从边上过 开车门 把他从电动车上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人家下来 人家问说你打我干嘛呀 然后说你再说一句 这些都是后来口供的 但是监控录下来的是什么呢 然后下来之后那人开始跪地求饶 一直用赤手空拳打死 活活打死 然后你在联想的这两年 我们不断地看到说有从网吧里出来 就直接看人的 就是看他之前玩的那种射击类的 或者凶杀类的游戏 这让我又想起来一个东西 就是我最近在看吴小波写的腾讯传 腾讯传里面就提到一点 说腾讯第一笔开始真正的独立营历史 什么时候呢 QQ秀 QQ秀是说 就比如马化腾本人吧 一个文弱出生的形象 对吧 可是马化腾的QQ秀是什么呢 长头发 牛仔裤 这是他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形象 一个人 一个人实际上你心中是住着另外一个小工具的 你是住着另外一个人的 所以这种凶杀 这种对暴力的极致的追求 有可能在他心里深藏一久 其实啊 他是就是说 人的心里啊 你要说是 呃 藏着一个什么QQ秀啊 未必是藏着一个那个穿牛仔裤的马化腾 对 有可能是藏着一个野兽一样 对 就是 我 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心里就有 你在看什么事上 比如说 要是有人欺负了我的亲人 呃 或者比如说你欺负我的孩子 对吧 我跟你说 我的那种感觉不是说我打死你而已 我想把你剁成肉酱 就是你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心里的那种那种怒火 就是所以你知道人心里啊 他有这次 你看小木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在这个江湖上走的多 其实小木我就觉得情商极高 就是他这个为人处事啊 全是成功都在这个待人 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个 就这次这个就说咱这老板这个 嗯 你真是不知深浅就有些人你说你暴脾气 这事你坐地还钱 一会儿欺负人家外地人 对吧 嗯 当然你这个惨案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原谅的 对吧 但是呢 就说这个提醒 这对我们自己的倾题啊 嗯 就有一些 为什么就是说 哎 见人三分笑 没错 中国人讲何为贵 对 我 你就包括我现在岁数大点 我才明白 我过去我也是脸冷啊 我的脸比较冷 你知道吗 所以见人觉得不太好接近 后来我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朋友就跟我讲 就你一定要记住和气生财 抬手不打笑脸人 对 和气 就在你心里再怎么着 就是说哎 你因为你不知道对方 是什么 嗯 装也都要装得下的 尽管有时候不愿意接受 像跟流氓打招的时候 其实很讨厌他们 又要问你要钱 又要这啊那的 然后他收了别人钱 还用别人来整理 想跟你多收一些钱 都有这种 但是你要装的 也就是装糊涂 就是要学会人 你平常就碰到的 那有暴力倾向的人也不少了 对 在你这个奋斗史上 对 那就经历过绑架 你看人家都想要我的命 他不信想要我的钱 如果你真不给钱 他就会要你的命的 那刀子夹在你脖子上的 你像我 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当年是我女朋友 刀子夹在脖子上 我推门镜 已经夹在脖子上了 嘴巴 眼睛全是用胶带给闷住 手全绑着 我刚刚一开门镜 一把刀捅到我这里 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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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然后马上我就被蒙住了 蒙住以后你就只能 老老实实报领着银行卡的密码 就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你得装 你那个时候你觉得 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需要跟他们沟通 我想那个什么办法 夏天 我杀了一把尿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不知道开空调 我们有个空调是一个小机械 他没找到 所以那个房子里 他必须关着门 他关着窗 他怕失音传到外面 怕被人家报警 搞了三四个小时 我杀他怕尿在身上就很臭嘛 肯定 我这好也忍不住 我就让他放 因为我没办法讲话 我就要动嘛 他就 怎么 我说 他把我怎么 我说我有心脏病 其实我没有 桌上摆到我的胃药在桌上 我说你把那药给我 我说你是要钱 你把我命搞死了 你就要不到了 他没想也是 他也不想要我的命 就把药给我吃了 我就嘴巴打开了 我说再给我抽个烟 我就开始编故事 我说早上六点钟 我的部下要来 这还是 至人 故事的能力 你要编故事 然后他从我钱包里发现 我有警察的名片 他就知道把这个很高 搞坏什么的 算了 到了时间差不多 再加几个名单 三个名单加着我 十四年以后这个名单 警察就去年他退过我 跑掉了 小妹 这种事情你要去对应他 对 我问你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你比如说你平常在日本的歌舞伎厅 黑白两道 你是怎么跟他们能够搞好关系 或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有什么技巧吗 其实在中国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的人 人与人斗这种经验的 我爸爸是赵王牌头目 受过训练的这种 你到了歌舞伎厅 其实不是一回事 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日本流氓还是讲规矩的 他不是一开口 一开始就跟你动手 他会把你请到咖啡店就跟你谈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能进也能退 你老是不退也不行 我听说了一个例子 不知道是真是假 说有一个女的想让山口祖 去帮她解决一个人 做着一个人 然后山口祖 那你让我解决 我就解决 就没答应她 结果这女的就反复的去找山口祖 最后山口祖实在不胜其凡报了警 像这种事可能发生什么 日本流氓也报警的 日本流氓跟中国流氓打起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报警 太多了 有时候日本流氓恋不过中国刁民 三人志愿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真正就说由人推挤 就说从这个事里他有法律去处理了 我们在日常行走江湖该注意什么 我觉得需要警惕 我觉得这个做人啊 像不管是砍人也好 或是忍耐忍耐对方的东西 还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你的精神状态 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 现在我已经活得很幸福 我可以承受 我的心不心就大 没关系 这也不算什么 我都经历过这件事情 算什么呢 我不就多一块钱 或者你多给我点耳光 对吧 我不至于想清楚 我不至于去扶法力 这人去把你搞死 但如果有时候 特别是年轻 血气方刚的时候 22岁嘛 我记得我22岁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十几个人在吃饭 我哥哥姐姐批评我 当我爸爸面 妈妈批评我 说我老张女朋友回家 这样那的 对他们不好 对我最好 我记得不过过年 中国的那个 湖南那个大园 就是盖那个 哗的全翻掉 也会有这种时候 我不批评 你说我到了日本 能不能那么人 但是在家的时候 22岁就是不能人 所以你知道 这次我看有的评论 不知道这么说 你觉得靠谱吗 有的人讲 就说当这个孩子 拿起菜刀的时候 也许他想起来的是 他这短暂的 也就是前20年 无数次的被人坑 被人骗 被人欺负 就是那意思 是积怨的利器 他应该没时间想 但是这个事 还给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触动 在于有无数的 现场照片和视频 流了出来 这个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是受不了这个 因为我们受过 比较严格的 媒介伦理的训练 我们知道说 媒体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就是以血腥性 作为主要卖点 这个东西 后来为什么被抛弃了 因为实际上 它是对人类的一种冒犯 而且这个冒犯 不光是可能的冒犯 你知道我一开始 看到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我以为是模仿IS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因为几年前 有那个幼儿园杀童事件 连环出现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是可以模仿的 所以后来发现 它是精神病 就当然我不这么想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围观者 好像跟鲁迅比下的 区别不大 就在于说 你都在拿手机在拍 这个事情 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竟然想得起来 拿手机去拍 而且想得到说 我要传出去 让大家多给我点点赞 多转播出去 这样一种心态 是我无法理解的 在日本媒体也好 网络上是不准这些东西 我觉得自媒体 必须我们也要严格的 就是这种东西 对人类的道德底线的挑战 我觉得不能让它 你说的太对 就有些时候说 好心办了坏事 其实后来发现 也未必存什么好心 咱们节目就有个嘉宾 就曾经说过 很多人 就是在视频上传 比如说打着爱护小动物的名义 就是说 你看这些人多么残忍 他可是他把这个视频 包括那个虐待女生 灵虐那个女生的 对 他是以好像觉得 我身上正义 但是他把这个整个折磨人 折磨动物的这个视频 在朋友圈里传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危险 对 就是因为人看了之后 这东西 也像他会同类的人 他会模仿 对 很多事件 是日本 很多出一个大事件以后 没有两个月 三个月 就同样类似的东西 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对于这些媒体的管制 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语言 包括那个 我刚才说 那个26岁的人杀死人 他讲了很多 对这些残疾人的那些语言 都不准 媒体都不准讲 不能把这个原话 把这个思想不能传播出去 对 所以你知道 IS最喜欢的就是 网络这么爱传播他们的东西 扎卡维成为一个英雄 就是拜互联网所赐 你不然你砍 砍一个人头 那个事情 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情 为什么就你成了英雄 你说的特别对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什么 就是说 说其实这个恐怖行为 他的力量小得很 你真算 你算上911 你这个恐怖分子杀死的人 远不如感冒杀死的人多 远不如车祸杀死的人多 但为什么似乎给你的感觉 是这个呢 他就说这个 就是让你这个人类 过度反应 就他用他这个 比如说砍一个头 一个视频 一下子就使得你这个 整个人类啊 就像一个笨牛进了磁器垫 一个过度反飞的光 而且我们要开始的地铁飞机场安检 给了我们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浪费 这就是恐怖的效果 就说这个事情的这个传播 所以我都不知道 这个斩头的这个视频 都有人拍下来 他们专门拍下给你看的 不是我说这次武汉的 这次武汉的有视频 有有有有照片 天哪 这个非常可怕 哎呦 你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 什么贫穷之类的有能扯上关系吗 跟谁的 跟这个 呃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二十多岁的 看人的这个啊 我觉得是